阿诚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帝我们看到一幅画 两千年前有一群人 他们去见了耶稣 他们千里条条 从自己安苏的家 到了旷野去 去在旷野找到了耶稣 当许多人提起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耶稣 他们思想的坐下 众人也跟着就坐下 他们那时候最想要的就是 希望聆听耶稣对他们宣讲天活的道 耶稣上帝的独身爱子 耶稣原本跟上帝是同样在天上 天父的身边为了爱 祂道成若生降世人间 圣诞节就到了 我们就在纪念耶稣诞生的这一刻 我们就在纪念耶稣道成若生的那一刻 圣诞节到了 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主 我们也在思想 我们要如何道成若生 住在我们身边有许多苦难的人 我们身边有许多围不足道的人 我们身边有许多各式各样缺乏的人 我们要如何道成若生 我们要如何道成若生 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希望我们也是那一群群众 我们想要聆听耶稣你对我们说什么话 好 虚心的人有福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到底什么样的人的态度是虚心的人 恳求主与我们共产 恳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真的领受 从天父那里来的耶稣 祂给我们宣讲天上国度的重要的信息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父耶稣的名 阿们 OK 上一堂我在这里说 许多人在寻找上帝的国 那耶稣说上帝的国在哪里 在哪里 在美国 上帝的国在我们的心里 我年轻的时候大家有一句话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美国 因为美国就是人间的天堂 结果有许多移民到美国去的人 他们发现美国不是人堂 许多医生在追求 追求一个班上最美最美的女子 笑花 结果一旦跟她接了婚之后发现 心目中的笑花 住在一起就不是什么花 各位人 你感觉是个人都搞鬼 我们上一堂说 上帝的国度 不在这个世界 不在这个有形的 上帝 那个上帝的国 降临第一个城市是在哪里 你的心里面 第二 上帝的国度 既然在你的心里面 那你自己心里就要去 设定一个你生命当中最美最美最美的愿景 然后你要尽你一生所能 要去活现 活现 live it out 把你生命当中最美的画像把它活出来 在你现况里面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不足 太多太多的阻碍 但是基督徒啊 你有一个使命感 就是让你的脚所站的地方 转化 transform 变成上帝门路之地 对吗 所以上帝的国度有几个层次 一个是上帝的国降临 祂在你的心底 所以请不要期待 这个世界哪里有上帝国 没有的 假如有一天在有哪一个教会说 耶稣要降临的就在哪里哪里 请你不要信从祂 这个世界没有那一回事 都是宗教的骗子 请不要相信说在哪一个大师的面前 你能够找到上帝的国度 不可能的 你能够在王敬才的身上 找到上帝的国度吗 一部分 不是全部 一部分 因为我也有可爱的地方 对不对小卫 有啊 有啊 我也有一部分上帝的国 但是不要期待太多 人都是有限的 人都是软弱的 虽然 到底虽然国座那么爱你 但是他还是有限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说 还有空间 每一个人还有空间可以成长 这个就是上帝 今天要进入的 第三 第二个层次是 上帝的国度进入你的心之后 你的心就有在想往一个更美 更美的未来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dreaming的是 我65岁要退休 然后我现在60岁 我开始在架构我85岁左右的 生命的状况 生活的环境 我告诉你 那个是我的上帝国的一部分 所以上帝国在我的心里 上帝国在我的梦想里 然后我要使尽我一切吃奶的力量 要让它实现 这是第二个层次的上帝国 我不知道亲爱的 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 生命的状况 你一定要去dreaming 你一定要去梦想它 要去架构它 然后你要尽你一切所能 要去实现它 所以在这里 不要有太多的情绪 这里不要有太多的人情的树约 甚至在这里不要有太多的 风情习俗 所谓的 世面说的 约定俗成的东西 你活在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我告诉你 在一个大家认可的 风俗习惯跟社会的制度 你在那里也找不到上帝国 更好更好的自社会制度 我告诉你 美国我住过了 这样到我在那里十几年了 都比台湾的制度好 但是他们的社会制度 也有他们许多的问题在那里 台湾也有许多比他们好的 所以在人间里面你找不到 你真的找不到 但是在你的梦想里面 你可以自己在梦想 第三个层次是 上帝的果在哪里 心里 心里 梦想还有呢 神与神彼此相爱的地方 对吗 上帝的果在你们中间 所以真正有爱的地方 就有上帝的同战 要说阿妹吗 阿妹 所以现在你跟你身边的人 有什么不愉快 记住吗 你跟你身边所爱的人 一直要把道理说清楚 请你不要 请你马上停止 因为你们两个 越要把真理说清楚 你们两个的吵架 越来越坚略化 信不信我的话 所以最好的是 谁是上帝的子民 你就先停止了 你就先停止 谁停止了 谁已经进入上帝的 邀请的第一步 因为在争论的过程当中 只会带来越多越多的失恋 有爱的地方就有宽容 有爱的地方就有包容 有爱的地方就会忍耐 就会原谅 所以爱是宽业 宽与的一个 那 那是上一次我在这里 有门符的人 耶稣说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 上帝的国在你们一起下来 在你们的中间 门符的人的第二讲 耶稣说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他好吗 这是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有本一根 现在一本一辈 来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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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心的人跟虚心的人 虚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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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辈 E 千辈 E 就 现在一本说得更清楚 预备了 来 神愿自己临性取法的人 有多么有福啊 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再一次来 预备 承认自己灵性缺乏的凭乏的人 多么有福啊 他们是天国的殖民 所以虚心的人 这是一百年前的翻译 现代版的翻译是 承认自己 灵性贫乏的人 灵性 假如 假如 我自己觉得我的灵性不足 假如我自己觉得我的灵性很不足 请问我会不会随便挑剔你的毛病 不会 因为我自己自觉不足 所以我自己很不足的人 我的眼目所看的就是 许多人 你怎么那么好 你们今天怎么那么棒 承认自己灵性不足的人 他会不断在赞赏别人 欣赏别人在 追寻别人身上好的东西 他就像一个空的瓶子 空的瓶子 有好的东西就一直在 把他倒进自己 倒进自己的生命里面 他只是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请问外面认为好的 许多人认为好的 一定都是对你有益处的吗 是不是 不一定 是的 所以你个人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做过滤的工作 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牧师我觉得我的孩子这件人用不够 为什么要用 以前我很不喜欢读书 那现在这几个礼拜我看他 吃完饭之后 就 就跑进了房间 然后就把自己锁起来 偶尔我会打开房门去看一下 他都很认真坐在他的书桌上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一针子 比以前进步许多 都爸爸妈妈都能够赶紧 不能够赶紧 两次的其中考 两次的考试过去之后 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生气 明明他都有在读书 明明他都没有外 随便乱跑 整个考出二来的成绩 那么糟糕 我就说 亲爱的妈妈 请你要注意一下 他好像很认真 他好像真的都在看书 你要注意他看的是什么书 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都很认真 坐在书桌上 你都不知道他在 电脑片前在做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 这个世界上 你在追求的东西太多 你要也不要太多的东西 你自己都一直往里面灌 但是你一定要做过滤 不是外面的事情 对你都有帮助 因为对我们有帮助的是 我们神 神与神之间的这个你要好好地谨慎 所以拜托啊 你一定要过滤王金采牧师的话 你不要 全盘接收 了解吗 我们台上的人说的话 你真的要做过滤的事情 不小心的话 台上的人的话是很毒的 台上的人的话 会把你 带到 带离开上帝 让你看到其他的东西 不是看到上帝的荣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 多么有货 问题是谁 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谁能够很勇敢地说 我不贫穷 承认很贫穷的人容易了 我告诉你 承认自己 财富不足的人容易了 但是要承认自己 生命贫乏的人 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这一点 说到的是 谦卑的问题 谦卑的 对立面是什么 骄傲 谦卑的对立面是 所以 今天耶稣在说的这一句话 已经牵涉到 你自己 心灵的态度够谦卑吗 你要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 门恩的人 要注意你的 mental attitude 你的心灵的态度很重要 心灵的态度 第一是面对上帝 第二是面对 我们周边的人 你够谦卑吗 你的态度 适当吗 这个很重要 第二 要防止自己 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什么是骄傲的人 都要觉得自己怎么样 我还行 谁 常常会跟人家吵架 常常觉得自己很行的 他什么都懂 好 今天的话题就在这里了 来 他不听我的话 不要那么多 OK OK 好 这里有一句话 The humble man mess room for progress The proud man lives He is already there Humble man 就是谦卑的人 总是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谦卑的人 他的心里总是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The proud man 骄傲的人 他总是认为他怎么样 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他总是从那里来看 身边的人跟身边的事 所以他以为 他以为 他已经在那里了 他以为他已经了不起了 这一路比 很高的位置在看人 事实上 可能检验下来他什么都不是 但是他总以为 He is OK 那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总是 留下许多的 和成长的空间 这是一个不同的态度 请问 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是什么 忍准 上帝啊 求你原谅我 上帝啊 我是一个真的 多么多么多么不足的人 上帝啊 恳求你原谅我 我的过去 My past 我的过去是一个什么样 一个 造着自己的本意 造着自己的个性 随着自己的脾气 所以在追求的 都是自己的世界 但是 上帝啊 原谅我那个是过去 重庆以后 我要跟随你的 教宗习 所以到了上帝面前 要成为一个 门安的人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承认自己 是有罪的人 承认自己是一个 不足的人 所以我需要你 上帝啊 我需要你 I need you I need you to help 所以这个态度就一直出来了 一个基督徒 一个你愿意在上帝面前 成为一个门恩的人 你的态度就是 你就要归来 然后你要 请求 一个新的 生命 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事实上是加做一个 新生活的运动 这是一个新生命的运动 那这个新生命 从你开始 上帝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把我的未来交给你 恳求你的圣灵引导我 恳求你 你以我同在 然后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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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随你的旨意行 现在问题是 谁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请你告诉我 我每一个人都说 我要跟随上帝的旨意 每一个人都这样说 但是你的话跟我的话 你说体会跟我的体会 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 叶春节怎么办 我们所领会的都不一样 所以两位很敬虔的夫妇 可能他们常常在吵架 但是他们都说 他们领受都是上帝的旨意 那怎么办 所以我要轻易小心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常常把 属灵的话挂在嘴边 但是他所谓的属灵的话已经养成习惯 把他自己的祷告的感觉 把他自己今天的感觉 把他自己 今天醒过来的时候 然后他心里所想的 就以为是上帝变他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很多啦 然后他就来告诉我 今天上帝给我的起诉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们这样很残酷的事情 很多时候上帝的旨意是要用你的一生去寻求 你到最后才明白 原来 回头一看可能要三五十年一餐 你真正明白那样一件事情 所以你 假如是这样的话 每一天你再说 我 上帝对我什么 那都是虚假 都是你自己的感觉 所以要很小心 我真的很担心 有一些人来到我的面前 牧师 牧师今天上帝对我说什么 今天早上上帝对我来起诉 你看 你忘了把他串的蛋 你亲爱的兄弟 亲爱的姐妹 你现在说的话 都是很多时候 你会后悔的 因为你来到牧师的面前 是在诉说你的苦话 你一直走不出来 但是你又同时又说 跟我说 上帝今天跟你怎样 让我启示这边给你 那你的苦境在那里 那你又怎么做 你都已经又告诉我了 那你来找我看什么 你能够明白我的了解吗 所以很多人他在讲话的时候 我坦白告诉你 我不懂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话的时候 还有我的吗 哈哈哈 真的这是真的东西 所以 很多时候真的 我们要安静下来 上帝的旨意不是 随便的人 可以随便拿出来说的 耶稣说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都是我的 母亲 你必须解决 问题是 谁能够 真的明瞰上帝的旨意是谁 请记住一句话 不管你怎么领受 都回到这句话来 刚刚 我们的 软章老太王 读的 耶稣 给我们 最好最好 你要尽心尽心 尽力尽力 怎么样 爱着你的上帝 又要爱 灵色如否 把你的 把你的 信仰的反省 把你认为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都拿到这里来做检验 你这样子做真的是 爱上帝了吗 你这样子做真的是 荣神 义人了吗 你这样子做真的是能够 是为了大体 不是为了你自己吗 这个要知道吗 都要拿到这里来做检验 这个钞票你每一次 每一次你拿了一千块给人家 人家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 我告诉你啊 连这个最基本的纸钞 都需要做验证 但是许多时候 别人说的话 它会影响你的生命的走向 你不需要检验吗 你能够明白我的 焦虑吗 我告诉你 我真的很用心在检验 在我里头的东西 不要以为你读了书 你读了书 我告诉你 我们常常都在注意 你的读的书 它的出版社 你读的书 它的作者 它的作者背后的 训练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从这一些 大概就知道 你读的那个书 大概是什么样的书 你知道吗 因为任何东西 你只要你是一个真实 受训练的人 你知道每一个学派 背后 都有不同的学派 有许多不同的学派 你知道吗 所以从你训练的背景 从你现在在领受的东西 我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 心思意念 但是 很多时候在属年界里 还没有这样的 分辨的人 你会 这个书很好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那里隐藏许的东西 来到上帝面前 注意吗 注意 任何东西都会到爱神 爱人 容赏 利人 OK 这里说到骄傲 所谓的 会骄傲的人 都以为他拥有许多 会骄傲的人都以为他懂得比别人多 但是说告诉你一件事情 请你不要陷入一种 盲点 很多人说 我信主了 请问一下 刚刚信主的人比较热心 还是已经信主三代的人比较热心 刚信主的人比较热心 所以阮老师已经第五代了 能够像他你这样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你到了好几代 还能够这样的不容易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吗 他有许多的好 但是不是每一样都会好 所以不是他的每一样的话 你都要尊重 知道吗 可能是一样 他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他是我的老师是真的 他是我彰化高中生物的老师 那是真的 但是成绩把我打不及格 那是真的 就是因为他把我打不及格 所以这次 咱们就说 再把今天当木薯 但是他不是他每一次的话 我都会听 因为他有他很 白木的一点 但是他人真的很好 他的心情真的很好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要 要做检验 要做检验 因为我们最终 我不是要讨他的喜欢 我要讨上帝的喜欢 但是我要跟他是好朋友 不讨他的喜欢 又要跟他做好朋友 是容易 不同不容易 不同意 就在这里在挣扎 你知道吗 是 所以我们人 夫妻一起要不要挣扎 我告诉你 假如你真心要相处 你都会挣扎 假如你真心要跟他在一起 你都会过着挣扎的日子 但是 在挣扎中又要享受 所以在这里就是 爱 就是包容 爱 就是要跳过许个东西 对吗 因为我要让我们的家庭和睦 相处 能够彼此 还能够 合一 到最后只有一张口 但是那一张口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事情 我尊重你 你怎么说 我都怎么顺从 但是另外那一方面 是我在负责 请你顺从我好吗 我们只有一张口 合一 只有一张口 对吗 所以在家里 在家里又要分门出来 这一方面是谁在负责 那一方面是谁在负责 主折的那一方面 他最后 他有发言前 其他就是佩服 我在负责的这一方面 由我来做最后的发言 因为你 不管你怎么做 不管我怎么做 只要我们容神爱人 谁对谁错 都对 但是方式 优先自信 做法 可能都不一样 最后只要是容神爱人 就顺着你的本性 顺着你的把握 谁有这样的把握 你就去吧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寻找找到一个 我不骄傲 假如万一我骄傲了 我就会 我会迫使你 用照我的方式 但是因为爱 我们只说 我尊重 到最后我尊重 请问 很多事情我要尊重你 我要割心 对不起 让我在这里说一句话 我常常说 你们在这里做礼拜的人 要拜敬拜 你们的歌要唱的是大家会唱的 对不起 你们今天选的歌 我都不会唱 所以对不起你们 来啊我们来唱歌 来赞养我们的上帝啊 但是 当你们第一次唱的时候 就把我隔离了 彭师师还是很会唱歌 但是你们就把我隔离了 不用学新的啦 对 要学新歌在另外的场合 不是在礼拜的场合 知道吗 所以这里有许多人来啦 要让大家都在这里享受主恩的智慧 所以你们要学唱着礼拜 要学唱着礼拜 礼拜后之后 可以大家也会 这一个月我们有几首新歌啊 所以上个礼拜唱的 这一个礼拜有一些新歌要拿出来 继续 继续 你们今天唱的下个礼拜 一定要有人继续 那一首新歌很快就会变成 大家都会唱的 熟悉的歌 让大家的 所以你带的好不好注意喔 你在台上带的人 要注意看台下有多少人 开头 大家都在唱你们带的成功 有许多人 有诶 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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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常上来不是常上来的 你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周围啊 OK 来啊 再讲啊 真正的爱就是要忍耐一下 感官刺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谦卑的人 OK 承认自己的不足 需要的人 有福 然后我们要来 至少这里有几个点 来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 预备 来 一 认真正认真正认识自己的有限 与稳弱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将得着 天国的福 天国的福气 天国的福气 福气追求良善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将得着天国的福气 义上 承认自己的需要 承认自己的不足 都需要上帝帮助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 耻民 承认自己的需要 承认自己的不足 承认自己说上帝啊 我需要再进步 对 这样的人 又是说不得付他 我要在这里 我要在这里 很懇怯的 很懇怯的 呼吁大家说 现在21世纪有许多年轻人 限度卡债的问题 有没有 有一些家庭限度卡债的问题 你知道在外面有太多的那个高利贷 放高利贷来 高利贷的公司很多很多 他们能够生存 就表示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需要 对吗 对 我要在这里 请你们要原谅 也能够 希望能够体会王老师的苦心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圣经学到一个功课 假如永福教会 假如永福教会有一个人 他陷入卡债 是永福教会的修训 假如永福教会有一个人 有一个家庭受高利贷捆绑 一直走不出来 一直努力辛苦赚钱 又还不清 而且那个利息越脚越大 越脚越大 那假如永福教会有一个家庭实现了这样 那是永福教会的修复 假如我们真的是一个爱的大家庭 我希望我在这里 任何人你已经很努力工作了 但是你有意识的需要 需要 承认你自己的软弱 承认你自己的需要 请来告诉牧师 牧师的名字叫做什么 王 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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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这样 他的名字各个伟大 叫做敬才王 敬才王 敬才王 你静才 这就是我讲的笑话 这是我讲的笑话 我年轻的时候 在坐火车的时候 我旁边坐一个 腰枝的年轻人 看他很漂亮 然后就 故意搭闪 你好 我叫敬才 我叫王庆才 请问你的名字 我名媒我 你精彩的名字 很配啊 不错 我们来做个朋友好吗 真的喔 今天我们就成为了夫妻 我在编故事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朋友 以色列这个国家今天巧不巧 全世界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 土地很少 只有台湾的一半吧 他的人口台湾2300万 他们大概是400万左右 1500万 这么少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是全世界 以单一民主来说 全世界 包括所谓的中国13亿14亿人口 包括美国几亿哪里几亿 单一一个国家 拿到诺贝尔的 拿到经济学 拿到科学的 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比例更低 比他们更高 他们是世界上最高最高的一个国家 他们从圣经 从上帝的应许 他们做了一件事 我告诉你 以色列这个国家只是一个家庭 过去你明白这件事情吗 他们都是雅各的子孙 所以只是一个家 是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 这十二个孩子又一直生到现在 被希特勒杀了几 多少 你有没有明白 希特勒杀死的人口 比现在全世界的犹太人更多 希特勒杀死的人 几十年杀死的人 比现在出国的犹太人更多 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家庭的人 这个国家他们排他心很强 这个国家他们立志做一件事情 我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 任何一个犹太人 他的奸绩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 所以我希望姚也有一时的软弱 一时走不过去 所以你来告诉我 我会尽我所能解套 先解套 但是你一定要赶快很诚信的把它补上 我们在做的只是解套 让上帝这么重要的一个子民 他的生命 他的家庭不能够被某一个集团 用高利贷把它扣住 然后过着奴隶的生活 你们同意我这样的做法吗 信仰要在生活里面 生活要展现你的信仰的深度 所以这样的一个景况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请告诉我 一个基督徒 我家里有人生病了 不敢让人家知道 我家里真的出了大事情了 不敢让人家知道 怕别人笑 这样的是基督徒的生活 健不健康 不健康 不敢让人家知道 这里说的是什么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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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承认不可以在小丑里面 亂说我 我告诉你 小丑还不是健康的地方 真正的有一些负重的东西 你要跟谁说 你要在我们当中找到几个可以信任的人说 我要恳求你 我要恳求你 牧师恳求 因为牧师觉得活不足 我需要你的爸爸 牧师要恳求你 要成为一个可被信任的人 因为别人才 我找不到人可以说 至少我找到了你 当我信任你的时候 请你无论如何 要让我信任得主 有时候小组里面 我们这样子 有一些新的人 有一些才刚刚在碰到的人 有一些才信主才几年的人 他还不懂得那个 保守命令的重要性 对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老老师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带牢 是的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稍微有点 还是要过滤一下 有一些事情 你要在小组里面保留 跑到老老师 再带牢家 可以的 因为带牢家里有卫生纸很多 有一些你要选择 对象跟选择环境 你知道吗 那当大家出来的时候 就是保守命令 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感谢上帝的恩主 牧师的身边 没有一天都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牧师馆里面 常常都在安置一些 走投无路的人 有时候我要安排到其他的家里去 没有人知道 走过去了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勇于承认 我希望我们的团体 永福教会这个团体 真的是能够被信任的 真的是能够被信任的 对 帮忙我一下 OK OK 承认自己软弱不足的人 有几种特征 来 我们说一下好吗 一个一个一个 来 他会欠缺 他会信任 他会信任 他会随意欺骗别人 他会努力追求更美 他会不断被神对的说 心来帮助我 所以 需要别人的代导 可不可耻 可不可耻 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教会的长者 然后跟他们说 请帮助我 我这里真的需要帮助 可不可耻 不可耻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我们都曾经卑微过 我们都曾经从那里走出来 因为在这个过程 都有人帮助过我们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希望我也能够不断的 不断的 不断的 你知道我 到目前为止 有许多事情 我不敢让牧师娘知道 你在上面 你可以告诉她 她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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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在这里 没办法在这里 唯一是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断不断 你要找到一些 你的手一定要做几件事情 你的手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的关系 哇 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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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平行的 有爱的关系 平行的很温馨的关系 我们可以平行的彼此分享生命 对 这一种平行的关系 这是一个 你还需要 因为我想上天的手上帝来帮助我 默默然要请你为我祷告 默默然啊 我真的现在 我真的有需要 OK 你要有一个求助 在不同的议题上 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上 你不同的需要 你要找到不同 可以帮助你的人 你的手要向上 上帝来请帮助你 第三种关系 你的手要往哪里 下 因为有太多人 在我们 比我们年轻的 有太多人 在他现在的人生的阶段 他陷入了困境 他需要朋友 他需要帮助者 他需要一个帮助 我希望你能够从那边帮助 拉他一下 你是一个拉别人 你的生命里头 不断有这三层的关系 你有吗 一定要用你的生命去架构 是吗 OK OK 刚刚说的谦卑 这里说的骄傲 骄傲者他会有几种特质 我们再来说一下 对不对 来 第三 他对任何事情 都有自己的意见 第二 他很难接受 别人不同的观念和价值 第三 他自己才是 只是一个生命的地方 第四 他不会对人说 请来帮助我 而是不断在拥命 别人的事实上 会不会应该 OK 那在这里 我想我们来解误我们自己 OK 这里说到耶稣时间的关系 我要赶快结束 不然你们有效果 耶稣在耶稣的口中 有一个人是耶稣所敬仰的人 就是施洗灭汉 我们现在在做施洗 就是学着施洗灭汉 因为耶稣也在他的手下 接受他的施洗 那耶稣曾经这样子说 凡夫人所生的孩子 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 那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 所以在耶稣的眼中 这个约翰施洗约翰 如何看待他跟耶稣的关系 耶稣很敬爱他 但是约翰他的身段蹲得更低 耶稣已经这么敬爱他了 这个施洗约翰竟然说 这个耶稣 我就蹲下去解他的鞋带 都不配 这个耶稣 他必兴起我必酸 有的人问耶稣 耶稣说施洗约翰说 你是那种将要来的 你赛亚吗 他说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站在我后面的 在我后面来的 那一月才说 这个施洗约翰 耶稣这么就敬仰他 他竟然 我在说的 假如你我 我们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是很高的话 我们的身段都要变得 怎么样 很低 这个叫做Homer 这个谦卑的他的耳目 是很黏黏的 他都在很注意听 谁的话 对我们帮助谁的话 这是真心在帮助我 是在提醒我的身份好成长 在上帝面前 这里 用了几段 那个就业圣经的话 来我们一起来 骄傲直起真净 听确定了 确定是会 来金言数章 来 耶和华一猜为骄傲的家 十八章真言 败外之先 人性骄傲 尊荣以前 亦有千斑 来给你一个 一个采语 走在尊荣长老前面的是谁 千斑 走在尊荣长老前面的是谁 千斑 走在尊荣长老前面的是谁 千斑 所以走在尊荣长老前面的就是千斑 你知道走在尊荣前面的是谁 没有啊 你是 要走在千斑后面的人 哈哈哈哈 愿上帝真的在我们当中 你要成为一个奔福的人吗 学习千斑 在我们一生当中 千斑 因为只有千斑他懂得尊敬别人 敬爱上帝 他懂得不断向上帝 上帝啊 更请你来帮助我 我是你的长辈啊 就是为了老公 我真的我的生命不足 我需要成长 Make rules for your focus 然后 也希望一个千斑的人 他能够得到许多的友情 许多的敬爱 然后他在神的面前 因为你的够千斑 上帝就在你的面前 他高举你 所以那个高举是属联的 高举是天国 高举是永生的 别人不会想去的 可以理解 感觉神 真的听我们的祷告 愿这一位 耶稣口中的天父上帝 今天也成为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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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